史上第一個會跳舞的主燈 Guardian New 高達六米的主燈New 伴隨著炫目燈光與音效 充滿科技感與未來感 受疫情影響 台北燈節從年初研製年底舉辦 以七彩八寶新世界為主題 搶先曝光的主燈New 取牛的諧音 結合傳統舞蹈、音樂、科技 打造出一隻會跳舞的牛 會跳舞的主燈 它原本就不容易 它的確我們有克服了很多的困難 包括它的動力系統 然後包括它 就是它跟平常演唱會不一樣 演唱會只要一場結束就沒事 那我們要十天每半個小時表演一次 所以它還要很耐操 所以我們有一直在測試它 但目前為止都沒有問題 除了史上第一座會跳舞的主燈 今年台北燈節 更首創採取線上結合線下的方式舉辦 讓民眾不用出門就可以在家賞燈 透過數位化呈現後疫情時代的活動新模式 可以說是最牛的主燈 那麼牛年嘛 所以牛省從年初到年中到年尾 都是大家所期待 那即將在12月17到26號會在萬華地區 藉著我們這個會跳舞的牛 藉著它的意涵 能夠讓萬華地區走出疫情 真的是影響希望 所以這一次特別有線上跟線下 那歡迎大家來實體的油燈 也可以在線上做一些賞燈 燈節期間每天下午4點到7點 有各個燈區導覽與來賓訪問等多樣化的線上節目 晚上7點到9點 則會實況轉播現場舞台演出 有搖滾天王500 金曲歌后魏如軒等大咖獻唱卡斯堅強 期望透過燈節為萬華帶來人潮與希望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